迪士尼樂園這麼大 但是為什麼沒有電影在裡面取景呢 有一部電影就是要挑戰 迪士尼的極限 因為他整部電影都是偷拍的 竟然還有掐人家內內的畫面 Oh my God 大家應該都知道 迪士尼做了很多部動畫吧 但是 竟然有一部是他們不想承認的 就是躺老鴨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沒錯 我們今天又來跟大家分享 迪士尼的小秘密了 還沒有看過前三集的朋友可以點這邊喔 還有這兩集 那我們今天要來Holy Share就是 迪士尼不敢說的小秘密 Part 4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幫我們影片按讚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記得追蹤我的IG 和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看看我的日常生活分享喔 首先我們先來講講迪士尼動畫的驚人秘密 大家應該都知道 迪士尼做了很多部動畫吧 但是 竟然有一部是他們不想承認的 那就是二戰的時候 唐老鴨主演的反納粹的諷刺動畫 原首的面孔 那劇情就是在講唐老鴨 在德國一家工廠工作的故事 那這部動畫算是當時幫美軍宣傳 反納粹的政宣片 而且那個時候還得了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獎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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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為什麼迪士尼官方不願意承認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覺得這部動畫 有損唐老鴨的形象 怕小朋友誤會唐老鴨是德國納粹軍人 所以就連我們在Disney Plus搜尋的時候 也完全找不到這部動畫 當然在美國的YouTube一樣也找不到 不過這時候使用VPN就可以成功解鎖啦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新乾爹 Iversy VPN 你要緊張 那是我們的強制業配 Iversy VPN 是來自新加坡的虛擬網路服務 他們在全球100多個地點 架了3500台以上的伺服器 可以安全瀏覽世界各地的網站 不僅可以讓你隱藏真實IP的位置 還可以讓你看到一些在台灣 沒有辦法看到的外國頻道還有影劇 或是有地區限制的影片 像是Netflix 愛奇藝 HBO MAX 還有Disney Plus 這些平台都可以解鎖地區限制喔 而且每個帳號 可以讓你同時在10台設備上登錄 最重要的是 Iversy VPN 超級便宜 速度快使用起來也很順暢 只要點擊我們置頂的連結 並輸入折扣碼Iversy 20 原本就超優惠的價格 就可以再打8折 而且購買5年方案 算下來一個月不到台幣30元啊 太便宜了吧 一個月只要少吃一碗豆花就有雷 而且他們也有30天免費試用期 不用怕踩到雷 所以有興趣的人 歡迎去點我們置頂留言去看看喔 好啦 下一個迪士尼動畫的驚人咪咪 我覺得超級好笑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獅子王裡面的這首歌呢 在動畫裡面 這首歌是星巴跟娜娜的情歌 但其實他們一開始寫出來的時候 這首歌原本是要給 蓬蓬跟丁滿來唱 我真的傻眼欸 -你能夠感受到愛的情歌嗎 -如果他在愛的情歌嗎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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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作曲的艾爾頓牆 聽到有整個嚇到超荒謬的啊 -我終於有驚訝 -我聽到這首歌的《Ward Hulk》 -你能夠感受到愛的情歌嗎 -我的天啊 -呃... -那是驚訝 好險最後是改成娜娜他們唱 不然整個feel就不對了欸 聽起來超詭異的 再來一個也是一開始 跟後來電影設定不一樣的 就是尋龍使者拉雅 電影中的拉雅 是一個普通的部落公主 -我的天啊 -那是誰啊 -那是誰啊 -啊 但是呢 在原本的劇本裡面 拉雅其實是拿著自製的刀 到處殺莊謀的遊俠 而且他的刀超帥欸 還有小機關 咻 然後中間還有一段是 有一個人想要幫拉雅 可是他拿的是一個小叉子 超沒用的 整個幫到忙 所以呢 拉雅就直接把他關起來 -你什麼啊 -你在做什麼啊 -我在幫你 -不 我不需要你的幫助 -我抱歉 -我必須要做這個 而且在這些刪解畫面裡面 可以看到 中間一開始 其實比較像是 《冰雪奇緣》裡面的石頭巨人 跟最後電影中的能量體 很不一樣喔 -進去 下一個秘密就是白雪公主 除了是最年輕的公主之外 還是最早就獻出初吻的公主啊 原本劇本裡面 王子第一次看到美麗的白雪公主 會情不自禁的親上去 欸 太年輕了吧 14歲才國中生欸 是什麼 不對 重點應該不是這個 重點應該是 王子是在練童癖還是變態啊 哪有第一次看到人家 就直接親上去的啊 而且我覺得這個王子 真的有點變態 雖然跟原本的動畫一樣 他聽到白雪公主的歌聲之後 然後翻牆找到他 -他好像永遠對著你笑 笑到你心裡發涼 -蛤 但是因為白雪公主太漂亮了 所以王子就直接衝過去親人家欸 -喔 -哈囉 那就這樣 第一次見面親了一下之後 白雪公主就嚇到小鹿亂撞 然後尖叫了一聲逃到城堡裡面 但是呢 可能王子的口水有魔力 所以白雪公主就愛上了王子 之後還在陽台跟王子對唱喔 -王子 -我和王子 -好險最後上映的版本是 在白雪公主被突然出現的王子 嚇到跑回城堡之後 這個親親畫面就用飛哥來代替了 -她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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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你還好嗎 好啦下一個就是跟灰姑娘有關的秘密了 很多人應該都會有疑問 為什麼大家在試穿玻璃鞋的時候都穿不下呢 她的腳到底是有多小 動畫中是說 因為仙杜瑞亞的腳超小 所以才會有這個情況 其實根據迪士尼官方提供的資料 回顧娘的腳大概有四號半 所以應該是22公分左右 但是因為西方女生的腳平均大小是7號 所以在動畫裡面才會一堆人穿不下喔 但是四號半在台灣應該算是正常的尺寸吧 就是可能比較小隻一點的女生 腳可能就是四號半 還好王子不是來這邊找她 不然就是隨便找一個就可以娶回家 -我已經知道是我的衣服的衣服 -它是我的尺寸的衣服 最後一個我覺得超級好笑的公主小秘密就是 茉莉公主的名字原本超難念 阿拉丁是取自於一天靈一夜裡面的短篇故事 那在故事裡面原本茉莉公主是一位來自中國的公主 名字本來叫做 -Badro albeder -Badro albeder -她是首嗆到的聲音 -Badro albeder 太難念了吧 -Badro albeder 我覺得最可憐的就是那個阿拉丁跟甲方 因為他們就是要一直講他的名字 -嘿Badro albeder -你要上來我的小坦坦嗎 -How dare you 他們應該是就是很難發音 所以最後才會改成Jasmine吧 -Jasmine you're a princess -好那我們在講迪士尼樂園小秘密之前呢 我來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迪士尼製作團隊有趣的小故事 因為我們在迪士尼的紀錄片裡面然後就是看到他們的工作環境就是超級愉快的 而且在上班的時候同事之間還會互相惡整然後超級好笑他們還把畫下來 然後有一個我覺得最好笑的就是因為有一個動畫室又養一隻小烏龜 所以同事們就把那隻小烏龜換成大一點的烏龜 然後隔天又再換了更大一點的烏龜 然後嗨那個主人啊就超開心的說天啊我的小烏龜長好快啊 結果那群二整他的同事們隔天又把最小隻的烏龜換回去 才讓那個主人大傻眼發現自己被同事二整 雖然說很白癡但是不得不說真的是一個很用心的二整企劃 那迪士尼工作室有一個活動叫做Gegg Up 就是全公司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後集思廣義一起想梗或者是想點子 那如果最後你的點子有被採用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五塊的美金 那時候的五塊美金應該算很多的吧 像是動畫裡面七海人鼻子一個一個跑出來 就是一個得到五塊美金的梗喔 然後另外一個好笑的就是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自己想的點子不夠好 然後就會把那張紙揉爛然後丟進垃圾桶裡面 但是呢華特迪士尼有一個很變態的習慣 他會在晚上的時候到很多人的工作室然後看大家在幹嘛 重點是他還會去翻垃圾桶然後看別人丟了什麼東西 有點可怕 結果呢員工隔天早上就會在公布欄發現一張柔爛的紙 然後上面寫著這是一個很好的梗用他吧 所以迪士尼動畫裡面好笑的橋段很有可能就是從垃圾桶裡面翻出來的 - 現在來吧姊姊 - 時間去看醫生 - 喔 哈囉醫生 - 妳好嗎 好啦最後一個跟工作室有關的小故事就是 在製作第一部長篇動畫白雪公主的時候 剛好是男女非常不平等的時代 所以其實迪士尼動畫室他們工作的地方就有分男生動還有女生動 就是有點像是學校的男素跟女素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最扯的是他們不准女生到動畫室欸 他們說女生只能負責上色而已 為什麼 - 我們在動畫建範圍裡不允許 - 動畫家也不允許 - 跟女生去下車 - 只有我們來的男人 - 只有一名的男人 - 只有一名的男人 - 而且他走得這麼快 - 所有的紙幣都會這樣滑走 - 只有一名的男人 然後最近就有公布出來當時有一位女生寫的求職信 他求職當動畫師可是卻被拒絕 然後被拒絕的理由是女生無法擔任任何創意性的工作 這個職缺只開給年輕的男性 如果這個在台灣應該會被擠了吧 - 他們性質很可愛欸 好啦 最後我們來講迪士尼樂園裡面的小秘密啦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好奇過 迪士尼樂園這麼大 但是為什麼沒有電影在裡面取景呢 這麼歡樂的一個地方 在裡面取景多好啊 原來這是因為在迪士尼樂園拍攝電影 有非常嚴格的規定 像是版權啊 拍攝時間啊 畫面要怎麼呈現的 迪士尼全部都要管 而且還要給他們審查 所以幾乎沒有導演會想要扯上這個麻煩 但是呢有趣的是 有一部電影就是要挑戰 迪士尼的極限 因為他整部電影都是 好大的膽子啊 那這部電影就是2013年恐怖驚悚電影 逃離明天 那故事是一家人在迪士尼樂園裡面旅遊 然後發生詭異的事情 然後因為他們沒有經過 迪士尼樂園官方的同意 所以整部戲都是用偷偷摸摸的 假裝成遊客用手機錄影的感覺 雖然導演後來有表示 他們沒有想要故意找迪士尼麻煩 但是光看這個電影的預告 就可以知道這個內容 迪士尼怎麼可以接受呢 竟然還有掐人家內內的畫面 但是這部電影上來之後 迪士尼也沒有要提告 就是完全是冷處理的感覺 我猜可能是因為 如果迪士尼提告的話 反而會幫這部電影打廣告 然後還會影響迪俊的名聲吧 所以這部電影到底在演什麼呢 嗯 繼續看囉 爹地 讓我們去家 再來最後一個樂園的小秘密就是 迪士尼樂園的神鬼奇航設施裡面 用到很多很多的骷髏模型來營造氣氛 但是因為有些模型不夠真實 所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 就捐出了真人的骷髏頭 聽說床頭的裝飾就是西蘭菇陶喔 但是後來有人研究 就是發現可能只是不知道 哪裡傳出來的都市傳說 然後也有可能是迪士尼自己製造的噱頭 所以到底是真的西蘭菇陶 還是假的西蘭菇陶呢 等我哪一天去迪士尼確認之後再跟你們說 好啦 今天迪士尼的秘密就到這邊 不知道你們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個秘密呢 歡迎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然後還沒有看過前三集的朋友 也歡迎去看一下喔 迪士尼的秘密真的超精彩的 然後喜歡今天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就分享喔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Lagy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這個清清畫面就用菲哥來代替了 阿小佛咧 我真的是要變成VPN代言人了好嗎 太誇張了 全世界的VPN都來找我們業配 這是我們的小目標之一嗎 跟我們拍摩的 跟我們分享 來吧 字幕提供